这叫福德 那功德呢 功德就是要到开悟 民心见性 那我们净土呢 就是一定要往生极乐 我们修福德呢 我们借修德选信德呢 然后达到信修不悟 这个成就修德就是 我们现在六都无论的用功修行 我们现在在练佛 读诵经典 在做利他的工作 这些都在修行 这叫做修德 那信德呢 仁仁本济 等到你那有一天呢 你修到英年成熟的时候 身心脱脱的时候 英前英年成熟的时候 意志十字的时候 你自然偶然 信修不悟 就合而为一了 那菩提就现前了 那我最近呢 就有个连友呢 他也跟我一起共修了很久 那陈居士呢 他得了癌症往生 他就是这样啊 他得了癌症以后呢 他从发病到往生呢 刚好一年 那么他往生前呢 他知道说 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 那他就跟家人讲说 他要回去了 要准备助练了 那他可以呢 回去的时候 在家里呢 助练的时候呢 还没有断气以前 自己拿引擎 因为他以前就带共修嘛 所以自己拿引擎 再练 南无阿弥陀佛 虽然他环脑没有断镜 他习记还没有完全断镜 但是呢 他的悲心出来了 他的福德出来了 他的质量就出来了 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呢 他还可以呢 拿着引擎 带大家练佛 练到后来呢 他练阿弥陀佛练不下去的时候呢 他就断气收报了 那首报说呢 我去跟他说法的时候呢 很好 他的罪像很好 那么他们家的呢 就在他住恋的客厅呢 躺的地方呢 的右臭呢 把他放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 那他的脸呢 就看着西方三圣 很好 那佛接引去了 面对的佛像 这样 就是他多年来这样 十几年来修行 练佛的定功呢 终于在这个时候呢 派上用场了 派上用场 那就成就了这个功德